好 再次看到由新唐人舉辦的 全世界中華傳統武術大賽 今年亞太區出賽 總共有55人入圍 28號 部分入圍選手組團前往美國 準備參加9月初的副賽合決賽 期待為臺灣爭光 參加全世界中華傳統武術大賽 亞太區出賽入圍的13位選手 其中的11位28日前往美國 參加副賽與決賽 有在跟老師積極的做溝通 然後去了解套路中 每個招式它的用法 然後盡可能去把它含義給表達出來 然後也是持續做一些基本功的鍛鍊 有這樣的舞台當然對我們來說 是很棒的機會 可以展示一下自己門派 各方面的一些東西出來 這個選手都是長期支持我們的選手 有很多都是曾經參加過上一屆的 那他們也就是抱著一個繼承傳統 然後發揚武術 傳統武術的精神 我們來參加到美國去 跟全世界的選手一起來 來交流 互相 這個叫切磋武藝 選手們抓緊時間為比賽做準備 希望能在全世界級的舞台上取得夾擊 為臺灣爭光 前面大部分都是練身法 然後體力 那套路是比較後面 因為套路一開始就很熟 所以後面才開始就是雕套路的細節 所以前面注重就是基本功 小念頭這一套的話 那是詠春的最基礎也是 必須要一直持續練下去的拳 因為它所有包括精髓 其實都在這一套裡面 對 那備賽的這一段期間 就是持續不斷的在重複的練習 對 那也就是在增加自己說 對這一套套路的熟悉度 新唐人全世界中華傳統武術大賽 副賽與決賽 九月初在美國紐約舉辦 比賽盛況與頒獎典禮 將透過電視和網路進行聯合直播 新唐人亞太電視黃亮簡 張年杰 台灣桃園報道